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试玩一下 这个Berkeley的这个Tip Up 自动钓鱼器 这款是我在Boxon Wake的时候 在Sell买的 它原价是15 当时在做活动 然后on-sell是12块钱一个 因为今年冬天呢 我家里面一直在改造自己的房子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拖到这个1月中旬才有机会 玩一下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 说明书 这个东西实际上原理非常简单 操作起来也挺简单的 那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给它沉线 那母线我用的是这个30磅的 这种专用冰线 这种线的好处呢 就是一是在饥寒的情况下 它不会变硬 第二个就是 当你拽鱼的时候 它不会拉手 终于是在这种 它就做到 它是很专门的 但它是很长的 很确定 它就会弄到 今天是怎么做的 它是很长的 它就会有点滑 它是很长的 它是很长的 它就会来 然后具体缠多少线要根据你所调的那一区域的水渗来决定 那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米糊 所以我这一卷线呢是它是45米 45米呢我准备放到两个TPOP上使用 所以一个大概就是22.5嘛 就是这个母线 母线插完以后呢我们就要接紫线 先挡住了 先拿一个八字环 然后紫线呢我没有买专门的冰雕线 所以就用这种透明的12磅的线做紫线就可以了 钩子的话呢我觉得你就随便用这种普通的小钩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然后最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线别忘了卡到这个loop里去 这样它才能那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来简单说一下它的原理 它就是这儿呢有两档的卡槽 像这个有一个缺口的这个呢 是一般是用来钓那种比较大的鱼 比如说Pack 然后这边Smooth的这边呢 这一档的一般是来钓像Crippy啊 或者是Jumbo Porch这类的 那演示一下 到时候我们setup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说下面现在有鱼 它开始咬勾了 它自动的这个小旗就会被弹起来 那我们在远处呢就知道上鱼了 然后就去把它拽上来就可以了 还蛮简单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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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冰比上周明显厚了很多 我们要拿到的 这冰箱都要来看 这冰箱就是 这冰箱的冰箱 今天量一下有多深啊 到这 差一点 差一点就12寸了 这是我自制的鱼儿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不是火耳 所以尽量一下耳接近一点这个骨底 然后加今天有一点点小风 所以我们就把它卡到大档吧 OK 去搞下一个 太滑了 好 好 好 如果有些人要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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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庭 好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两个都塞上完了 现在我们就回去接着干活 接着装修屋子 然后时不时的看着点就行了 好,回家 怎么样,有动静吗 还没有 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没有任何动静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半 我们这个TPUF 已经在这里塞了三个小时了 目测呢,是什么都没有 来收一下,检查一下吧 棋子没有竖起来 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表面已经冻住了 耳还在 看来是没鱼咬 这边水域可能还是有点浅 好,我们看下一个 这边已经说黑又黑了 我找老 看着那儿呢 这时候这天差五分钟 我感觉它黑很多 喝点儿去滑 我感觉它是没鱼吃 这个大耳也在 压根就没鱼吃啊 收了,收了,回家了 三个小时空军 什么都没找到 我不知道是耳的问题啊 还是 还是因为水深的问题 今后再慢慢实验吧 好,今天到这儿 拜拜 拜拜 拜拜